桌上是我准备了一下午的晚餐 我看着桌子傻笑 想着陪圣到家后 会送我什么礼物 然而等到饭菜变凉 时针指向七点 陪圣还没回来 我没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 铃声响到最后才接通 低沉磁性的男生传入耳畔 今晚不回来了 不用等我 我挣了两秒 可是今天 话没说完就被陪圣打断 我很忙 你乖一点 话音一落 电话就被挂断 我失落地看着眼前的饭菜出神 可今天是我们结婚四周年纪念日啊 前几年我们都是这样过的 他不善言辞 但总会挑好礼物送给我 虽然那些奢侈品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也爱惜得紧 算了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陪圣是医生 忙起来连自己都顾不上 这是正常的 我把饭菜重新热了一遍 一个人吃完了这顿充满期待的晚餐 第二天一早 我是被稀稀苏苏的动静吵醒的 起来一看 陪圣被对床边面向衣柜 我迷迷糊糊地从背后抱住他 你回来了 怎么不睡会啊 吃没吃早餐 累不累 陪圣身体一僵 很快将我扯开 青阳县地震了 我要过去参与救援 我这才看清他是在把衣服放进背包里 动作很是迅速 他紧抿着唇 眼中充满血丝 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急切和担忧 青阳县在隔壁省 又是山区 想必情况一定很严重 我有些担心 但他是医生 救死扶伤是他的责任 只好看着他收拾好东西 往家门口走 不忘交代他 那你要注意安全 我等你回来 他没回头 只说 我的安全不重要 只要 他还没说完 陡然尽声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在迟钝 也听出了他话里的急切 我愣在原地 他的安全对我分明很重要啊 我和陪圣是相亲认识的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清冷寡言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事业有成 稳重大方 相貌也是数一数二的优越 几次接触下来 他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他说自己今年二十五岁 家里人催他结婚 而我也恰好是他的理想型 面对这样优秀的男人 我很难拒绝 于是我们跳过了恋爱的步骤 结婚 举办婚礼 一气呵成 如我所说 陪圣是个端方自持的人 结婚四年 他对我始终带着淡淡的疏离 我们之间像是隔着一层透明薄膜 我试图再靠近一些 再坦诚一些 可他总会后退一步 告诉我 周桥 我们还是慢慢来吧 我只好想 我也不求什么轰轰烈烈 这样相敬如宾也不错 再说了 我们是要携手走过一生的伴侣 时间久了 冰块也能被我融化成水 这一世就是四年 陪圣去青阳县后 我一直担惊受怕 时时刻刻抱着手机 关注镇区最新消息 第二天晚上 给他发了几条消息 询问他线下是否安全 他只给我回复过一条 放心 平安 我网上滑 满屏都是我单方面询问 问他回不回家吃饭 今晚有没有手术 愿不愿意陪我回家一趟 他的回复也是如此 悉自如今 但他基本没有拒绝过我的请求 我只当他性格如此 习惯就好 我叹了口气 退出聊天界面 又重新点开新闻看了起来 一个标题为 警号小说照进现实警号的热搜 吸引了我的注意 点进去一看 是一段十几秒的视频 镜头晃动片刻 很快定住 在一片废墟中 身量其长的男人 跌跌撞撞地朝前走 将不远处衣衫凌乱 略显狼狈的女人 死死拥入怀中 他双眼通红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哽咽出声 我不在 你就是这么照顾自己的 饶是这样 也不难听出 他话里失而复得的喜悦 评论区都在说 光看这一段 就脑补出了几十万字 小说剧情 是啊 断壁残垣中相拥的爱人 多感人的画面 如果视频中的男人 不是我的丈夫 我想我也会为此感动不已 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颤抖 我自虐般拖动进度条 看了一遍又一遍 是裴胜 那张我日渐迷恋的脸 原来他也有如此失态的一面 为的却是别的女人 这条视频在短视频上热度很高 高到我没法自欺欺人 有声称是陪圣大学同学的人评论 他们是当初我们医学院出了名的模范情侣 毕业的时候不是分手了吗 居然现在还在一起 我也认识 他们分手以后 裴学长为了追回陈染学姐 捧着花在宿舍楼下站了一晚上 还有我 陪学长秀恩爱真的不管我们的死活 有人跟他表白 他直接跟别人说他有女朋友 毕业就结婚 磕死谁了 我看着一条条评论 拼凑出陪圣与陈染的恋爱故事 他们是大学同学 大一在一起 恋爱四年 然而陈染的家庭条件不好 附近是个出了名的赌鬼 还去学校闹过几次 陪圣的父母 自然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 在陪圣父母的反对下 陈染狠心提出分手 远走他乡 然而看完这些 我却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认错了人 他们口中 那个完全陌生的陪圣 真的是我那沉默寡言的丈夫吗 为了哄人 捧着花颤了一宿 我想了许久 也没能想象出那样的画面 我踏进了陪圣 不允许我进入的书房 在抽屉里 我看到了他与陈染的合照 一张又一张 甜蜜且恩爱 我抖着手 去碰放在内的戒指盒 拿起来才发现 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 然然 我没能娶到你 是有多遗憾呢 连戒指都准备好了 娶的却是不爱的人 戒指璀璨夺目 不难看出是精心挑选的 却灼伤我的眼 眼泪不自觉掉个不停 每一样证据都在告诉我 陪圣不是冰山 他只是不为我消融 我平复好心情 给陪圣打去电话 第一痛挂断 第二痛终于揭起 我听见他语气里 不易察觉的不耐 知不知道我很忙 你有什么事 比救治伤员更要紧 这是他第一次 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以前他总是淡淡的 亲密不够 疏离有加 是我打扰了他 和他前女友 所以才这样吗 我抿了抿唇 艰难开口 你说的救治伤员 是指和前女友 深情拥抱吗 你知道 你们被拍下来 发到网上 有多少人在说 你们般配吗 那头突然没了声响 寂静弥漫 直到一道女声响起 阿圣 我腿疼 陪圣呼吸急促一瞬 语速极快地说 你别多想 我是医生 对伤员一视同仁 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没再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正愣看着锁屏上的结婚照 梁酒 自嘲一笑 陪圣是十天后回来的 期间没有给我打过一通电话 发过一条短信 就连他回来的消息 我也是从新闻上看到的 我去了一趟他工作的医院 我来找他的次数 屈指可数 医院里并没有人认出我 我询问了护士陪圣在哪里 他告诉我他在702病房 刚走到病房外 我就听见一道女声在撒着娇 阿圣 我好久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你明天给我做好不好 透过窗户 我看见陪圣面上 无奈又宠溺 小冉 你这么娇气 当初何必去那种地方吃苦 我看清女人的面容 是小家碧玉的长相 比起视频中更显灵动 只是脸上还带着擦伤 想来 她就是陪圣的前女友 陈冉 听陪圣这么一说 陈冉瞬间搭了着头 浑身上下都透着委屈 因为我家的事 你妈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可我不甘心 如果不走 我怕自己忍不住找你 她书弟抬头 眼中饮满泪水 陪圣轻叹一声 俯身过去 指尖落在她眼下 使去经营的泪珠 好了 别哭 你想吃什么 我都做给你吃 好不好 陈冉这才破体微笑 拽着她的衣角晃了晃 阿圣 你对我最好了 我站在门外看着这一幕 死死掐着掌心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 原来陪圣也有 如此温柔的一面 我忽然想起 第一次来找她的场景 那是我们新婚的第一个月 我带着做好的饭菜 想给她一个惊喜 然而她见到我 显然有些惊讶 随即又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 你不用做这些事 医院病患太多 下次别来了 当时是什么心情呢 有些失落和难过 所以我带着饭和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单方面和她冷战了三天 最后还是没忍住 给她找了理由 她应该是心疼我 又不善于表达 既然如此 那就原谅她吧 我就这样把自己哄好了 又单方面地结束了这场冷战 哪怕她根本没有察觉 此刻 我感受着他们之间的氛围 竟然不敢闯进去 做一个格格不入的外来人 第二天中午 陪圣果然回来了 手里还带着大袋小袋的菜 我坐着沙发上看她进门 仔细打量那张看了四年的脸 优越但陌生 见了我 她愣了片刻 随即说道 路过超市买了点菜 今天我来做饭吧 我没有回应 而是起身跟她去厨房 我已靠在门框边看她 她的确是会做饭的 动作利落娴熟 很是赏心悦目 从未在我面前下过厨的人 此刻像是为心爱之人 落入凡尘 可惜 是我沾了别人的光 饭桌上 我轻声说 你好像还没有告诉我 你和你的前女友 是怎么回事 陪圣加菜的手一顿 她眼望向我 她似乎终于察觉出我的意样 叹了口气 解释道 我和她大学毕业就分手了 这次碰见只是巧合 你少看网上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 我点点头 直勾勾地盯着她 书房里的合照跟戒指是巧合 去青阳县救援是巧合 为她做的这顿饭也是巧合 是吗 心脏闷闷地疼 有些喘不上气 陪圣眼神瞬间冷冽 你去我书房了 我面色平静地回望她 嗯 不光进了书房 还亲眼看到 你和她在病房里 需要我跟你道歉吗 陪圣正愣一瞬 态度缓和了一些 她回了北城 一个人无依无靠 我只是作为朋友帮她一把 等她稳定下来 我们就不会再有联系了 我低下头 没再说话 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陪圣离开后 我回了我的另一个家 一看是我 妈妈皱了皱眉 问 你怎么没上班 我实在疲惫 还得告诉她 现在放暑假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 她似乎永远记不住 就像小时候 她只会给姐姐开家长会 连我读几年级也不知道 我坐在沙发上 听她絮絮叨叨地念着 你跟陪圣结婚四年了 还不生孩子 你看你姐姐 二胎都快生了 给你姐夫把日子过得多好 我不由得苦笑 是我不想生吗 每次我和陪圣说 我们要个孩子吧 她始终不松口 只说太快了 她还没准备好 现在看来 哪里是没准备好 是在给她年少时的爱恋守真吧 我张了张纯 试探着问 如果 我想离婚 离什么婚 妈妈突然立声打断我 人家陪圣娶了你 是你高攀 她家是好 人也靠得住 你能有什么不满意的 果然 我早该知道是这个结果 我咽下满腔苦涩 妈妈 我知道了 知道就好 你什么时候 能像你姐姐一样 让我省心 妈妈又在长天大论 说那些我听了二十几年的话 我一声不吭 只在心里唾弃自己的懦弱无能 从小到大 我就是姐姐的对照组 怀我的时候 爸爸出轨 妈妈果断离婚 妈妈原本是想把我打掉 但月份大了 不得不留 我一天天长大 妈妈愈发觉得 生下我是个错误 她想要向爸爸证明 离开了她 她也能将两个女儿 教育得很好 但我让她失望了 姐姐漂亮 大方 成绩好 而我普通 胆怯 平平无奇 因此 我走的每一步 都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但还是免不了 被拿出来和姐姐比较 大学不如姐姐的好 工作不如姐姐工资高 大概只有嫁的人 能和姐姐相提并论 可陪胜也不是我的 我永远都是 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可为什么 我不能是被坚定选择的那一个 因为我平庸 所以活该将就吗 我没再关心 陪胜与陈染之间的情况 那件事仿佛就此结果 谁也没再提起 我知道陪胜不会出轨 起码不会在婚内 他父母都是高知分子 他所受到的教育 不会允许他做出这种事 他只是放不下陈染 忍不住去关心他 可笑如我 还想粉饰太平 维持住这段婚姻 大概是因为愧疚 陪胜最近 回来得越来越早 但等着他的 不再是热腾腾的饭菜 他看着桌上的外卖 表情有一瞬凝滞 你最近怎么不做饭了 我故作自然 你之前经常不回来 菜都浪费了 想了想 还是点外卖方便 陪胜表情一僵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止住 我扭过头 不再看他 我只是一做饭 就会想到陪胜 想他曾经是怎样 宠臣染的 一桩桩一件件 那些区别对待 像是钉子一样 扎进心口 鲜血淋漓 夜晚躺在床上 陪胜凑过来圈住我 我闭了闭眼 用力推开他 我知道的 他又要像从前一样 例行公事般对我 没有温情 没有缠绵 陪胜被我这么一推 脸上满是错愕 周桥 你怎么了 周桥 周桥 对我永远直呼其名 从未叫过其他称呼 可那天我分明听见 他用温柔至极的声线 叫着小冉 陪胜像是被我冷漠的眼神刺到 呼得捉住我的手 脸上是罕见的关切 然而下一秒 他将我的手拿出被子 猝着没问 你的戒指呢 我抽回手 翻了个身 带着不舒服 摘了 话音落下 身后彻底没了声音 我想 我根本没法再自欺欺人 哪怕是看到结婚戒指 我都会想到 他没能送出去的那枚戒指 当他不爱我的真相摆在眼前 那些从前忽略掉的种种 都在我脑海中叫嚣 我其实一点也不大度 接受不了自己的丈夫 心里藏着别的女人 近些日子 陪胜变得有些不正常 往日都是我在碎碎念的对话框 多出了很多他发来的信息 换了从前 我大概会高兴地蹦起来 为自己手的云开剑月明而欣喜 可现在看了只觉得厌烦 顺手设置了免打扰 这天晚上 他须须拦住我 过两天 我有个大学同学聚会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下意识问 陈然也去 刚说完 陪胜的身体一僵 嗯 怕你多想 所以想带你一起去 我思索片刻 点头答应了 聚会当天 我跟在陪胜身旁 走进包厢 一进门 我就看见了陈然 他很漂亮 也难怪一段视频 就能让大家带入小说 男女主 不过在看到我后 原本笑吟吟的表情 变得牵强无比 包厢里人不少 有眼力见得 立马反应过来 陪哥 这位是嫂子吧 陪胜揽住我的腰 笑着点头 这是我妻子 周桥 还有些不明情况的人 面面相去 似乎不清楚 为什么陪胜突然冒出来 一位妻子 没过多久 这个小插曲就被掠过 而我余光 贴见陈然面色发白 双手死死握成全 同学聚会难免喝酒 酒过三巡 就有人口不择言 当初陪哥跟然姐多般配 还说一毕业 就请我们喝喜酒 怎么现在成这样了 闻言 我偏头看向陪胜 他握着酒杯的手发白 似乎也回忆起了当年的事 但很快 他向我靠过来 不好意思 我和周桥的婚礼 忘了请你们 改天请你们喝酒赔罪 众人瞬间噤声 有人捂住那人的嘴 陪着笑脸对我说 嫂子 她喝多了 胡言乱语 你别放在心上 我不申在意地笑笑 注意力放在了陈染身上 她双眸通红 像是随时就要掉下泪来 下一秒 她站起身 端起酒杯 祝你们百年好和 白头偕老 说完一饮而尽 拿起包快步往外走 陪圣下意识跟着站起 甚至忘了自己 还牵着我的手 我静静看着她 等她开口 她眼中盛满歉意 沉染她酒精过敏 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我去看看就回来 毫不意外 我松开手 笑得体面 善解人意地说 去吧 我等你 陪圣当然没有回来 聚会也只能散场 我站在路边 茫然地看着昏黄的路灯 脑中反反复复思索一个问题 这样的婚姻 真的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手指在妈妈的电话号码上停顿许久 还是放弃了 她能说什么呢 无非是离了婚 没有人会要我 我只能孤独终老 看看姐姐 她过得多幸福 我当然知道她有多幸福 她的成长之路顺遂无比 是妈妈永远地骄傲 而我一无是处 现在连唯一拿得出手的丈夫 也要失去 我已经想象到离婚后 她会怎样贬低打击我 可是 路总要自己走 我不再是十八岁 那个连田志愿都 不能发表意见的小女生了 陪圣将近凌晨才回来 我靠坐在床头 一顺不顺地望着她 她丝毫察觉到什么 连忙解释 我把她送去医院就回来了 什么也没发生 她身上若隐若现的香水味 在告诉我 她说的话 只是在预盖弥彰 我深吸一口气 无比认真的说 陪圣 我们离婚吧 她脸色瞬间发白 快步走到床边 握住我的手 瞧瞧 别说气话 我没忍住轻笑起来 结婚四年了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瞧瞧 我应该感到荣幸吗 握着我的手 收紧几分 瞧瞧 我只是 我只是还不习惯 以后我会改 我用力抽回手 摇了摇头 只要离了婚 你的那些遗憾 就能弥补 我放你去追求你的幸福 不好吗 她愣正在原地 似乎很是不解 我和她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也没有做过出格的事 为什么还要离婚 而我平静地看着她 我知道你真正爱人的样子 和你相处的每一刻 我都忍不住拿自己出来比较 我低下头 轻声说 陪圣 我为什么不能拥有全心全意的爱呢 不用摇尾起连 不是随意施舍 而是全心全意 只给我的爱 陪圣没有同意离婚 可我已经不愿意 和她待在同意屋檐下 于是第二天就搬出了家 住进教职员工的宿舍 恰好也到开学的日子了 我开始准备叫案 安排假期后的课程 没过两天 妈妈找上了门 你现在有能耐了是吧 说离婚就离婚 你以为你还是二十岁小姑娘 我被她数罗着 思绪不断拉扯 她心里有别人 我也要凑合着跟她过下去吗 妈妈充满怒气的神色支柱 但很快 她又停止腰板 男人不都是这样 只要她还顾着这个家 忍忍就过去了 我点点头 直视她 那为什么爸爸出轨 你会和她离婚呢 换句话说 如果姐夫出轨 你会让姐姐跟她离婚吗 妈妈彻夜哑声 其实不用她回答 我知道的 因为妈妈从小家是不错 自认骄傲 绝不能容忍男人有二心 姐姐和她如出一辙 自然一样 而我 样样普通的我 能拿得出手的 只有嫁了好老公这一条 我只能被挑解 没有资格说放弃 就在妈妈欲言又止 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是姐姐要生产了 她急匆匆挂了电话 扭头就往外走 我站在门口 最后叫住她 妈 这个婚我一定会离的 她背影僵住 也仅仅是一瞬 你要离了婚 以后你吃康燕菜 都不关我的事 说完 心系大女儿的她 快不离开 我站在原地 看着她消失在拐角 随后关上了房门 陪圣最近像是变了一个人 时不时给我发消息 问我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吃饭 累不累 我们之间好像反了过来 直到某天她带着一束花 站在楼下给我打电话 我站在窗口看着 在电话里问她 陪圣 别这样 看到你这样 我只会想起你当初 也是这样挽回沉染的 她没说话 死一般地寂静蔓延 让我忍不住去想 其实如果我不主动 我们之间就会是这样 无话可说 那天她在楼下站了很久 最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瞧瞧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那之后 无论我怎么催 她也选择性略过 我别无她法 只能带着离婚协议书 找去医院 遇到沉染 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没想到她离开了青阳县 现在在陪圣的医院当护士 见了我 她没有丝毫避讳 走上前来跟我攀谈 陪太太 好巧 你是来找阿胜的 我点点头 不愿与她多说 他们当年分手是可惜 有遗憾也是正常 可我为什么要被卷入其中 她好像看不出我的抗拒 自顾自地说着 我和阿胜谈恋爱的时候 她特别黏人 八步的时时刻刻 都和我黏在一起 现在想想还挺困扰的 陪太太你觉得呢 我在迟钝 也听出了她话里 暗戳戳的炫耀 我冲她往耳一笑 我没有这种体会 所以现在要离婚了 她一正 脸上浮现藏不住的欣喜 就在此时意外突现 好啊 你个小贱人 为了夺老子 跑到山沟沟里 现在赶回来了 一道粗利的男生 在耳边炸开 一看 是个衣着老旧 不修蝙蝠的男人 朝我们走过来的同时 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刀 她双目通红 青筋抱起 目标显然是我身旁的沉染 老子这些年 过得连狗都不如 你是老子的种 你还想过好日子 刀片在眼前一闪而过 直冲沉染 我刚想拉着她后退 一道身影 将她往一旁一拽 未来得及收回的刀 从手臂划过 钻心的藤蔓延开 身前的人也在此时 被夺过刀 死死置住 我捂着伤口 偏头去看沉染 刚刚那个人 是裴胜啊 此刻她将沉染 护进怀里 柔声安抚着 然而她抬头 看向男人 不经意间 和我对上视线 看到我手上的伤时 她脸色白了又白 瞧瞧 手上的伤口经过处理 被纱布一圈圈缠住 裴胜抿着唇 动作小心翼翼 我看着这张脸 再次询问 裴胜 还不离婚吗 她动作停顿 再抬眼 露出受伤的神色 我刚刚没发现你也在 她说得十分艰难 那是沉染父亲 沉染从小被她打骂 我 我只是 我毫不留情 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 你只是觉得 沉染有危险 眼里只看得到她一个人 不是的 如果知道你也在 我肯定会护住你 不会让你受伤 我低声笑了笑 不置可否 我从包里 掏出离婚协议书 递给她 不重要了 反正我来找你 也是为了离婚 她指尖轻颤 终于接下 我看着她眼尾飞红 问我 哪怕我把和沉染 有关的东西扔掉 再也不和她有交集 你不会原谅我了 是不是 我点头 指着协议书上 签字那一栏 签了吧 别跟我耗下去了 裴盛同意了离婚 站在民政局外 我看着手中的离婚证 终于松了口气 宛如获得了新生 裴盛站在不远处 神色恍惚 其实 我以为我们会 一直生活下去 我将离婚证 妥贴地收进包里 笑着说 哪怕没有爱 对吗 我没有等她的回答 转身朝路边走 没走两步 听见她在背后说 不是的 我大概早就爱上你了 只是连我自己也没有发觉 习惯了你每天在我耳边叽叽喳喳 习惯了一回家就有热饭热菜 也习惯了你爱我这件事 我没有停下脚步 任她的话消散在空中 迟来的爱是没有意义的 接下来的日子 我过得很充实 哪怕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是会忍不住 偷偷掉眼泪 但我已经不再期盼 任何人的爱 我爱我自己 就足够了 但陈染出现了 不知道她从哪里得来 我的联系方式 约我出去见一面 咖啡厅里 我和她平静地对望 她比上次见面要憔悴了不少 你和陪胜离婚了 我点点头 慢悠悠地喝了口咖啡 她自嘲地笑 我去找她 她告诉我 她只认定你是她的妻子 而我们错过就是错过了 她眼圈红红的 像是被打击得不轻 我和她恋爱四年 我也幻想过 能和她走完一辈子 可就因为我的家世 让我放弃了 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 后来听说她结了婚 我终于死心了 但青阳县地震 她突然出现 我就知道她没忘记我 说我无耻也好 不要脸也罢 我都不想再放弃她 说到最后 她哭得哽咽 为什么你们离了婚 她却彻底不要我了 我给她递过纸巾 轻声问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是她不值得呢 心里有人 因为家里的压力 选中了我 结了婚 又放不下初恋 现在亦是如此 或许在她眼中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陈然走了 本该是情敌的两个人见面 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 她似乎只是忍了太久 想找个人发泄情绪 回去的路上 我转头去了姐姐所在的医院 姐夫因为工作不在 听说生孩子那天 也被工作绊住脚 没能出现 而姐姐刚生完孩子 整个人没了往日的干练 妈妈冷哼一声 扭过头不看我 我静静看着她为姐姐 忙前忙后 好半赏才说 我离婚了 两人都是一愣 姐姐率先反应过来 撑起身子 眼神晦暗地看着我 真离了 我点点头 答事 她偏头看着一旁刚出生的女儿 低声难难 也好 离就离吧 我皱了皱眉 感觉姐姐的态度 似乎有些奇怪 还没等我想明白 妈妈冲就过来 对我怒目而视 滚出去 你怎么好意思过来的 此刻看着她 我心中只剩停静 只是来告诉你们一声 没别的事 那我就先走了 走前 我回头看了眼姐姐 她失神地盯着某处 我叹了口气 走出病房 看来 也并非只有 我我在婚姻中不顺 每个人都有自己 无法启齿的难处 陪圣一直没有放弃 时不时出现一下 对我嘘寒问暖 我只当她是空气 对她视而不见 听说陈燃也辞职了 没有和她再续前缘 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生命中的过客而已 没过多久 姐姐告诉我 她想离婚了 姐夫和陪圣一样 是妈妈精挑细选出来的 结婚对象 可结婚后 她常年不在家 总是以事业为重 因为生了小孩 她放弃了工作 在家做全职太太 可她从前也是职场上 雷厉风行的精英 她告诉我 我不想再为婚姻牺牲了 她还说 从小妈妈就喜欢拿我和你比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羡慕你 不用时时刻刻想着要做妈妈的傲娇 走得每一步都战战兢兢 我听完也只是惆怅了一回 我们都是妈妈用于证明自己的工具而已 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妈妈经过这两件大事 一夜之间老了许多 那天她把姐姐和我叫回家 我看她嘴唇合动 大概是想骂我们不争气 丢了她的脸 但沉默良久 她叹了口气 挥了挥手 都走吧 我管不了你们了 我和姐姐对视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离开了这个家 后来我们也会回去看她 但永远都是客客气气 我们的母女关系 也仅限于此了 我在三十岁的时候 认识了学校新入职的老师 程瑶 她温文尔雅 体贴入微 我不再是那个绞尽脑汁 想话题的人 但和她聊天 不会觉得冒犯 也不会冷场 我们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没有轰轰烈烈 而是细水长流的温情 恋爱前我主动告诉她 有关我上一段失败的婚姻 她听后表情有些心疼 又有些庆幸 谢谢你还愿意尝试着 接受我的感情 我一正 有些脸热 只好扭过头去 我们结婚后 陪圣终于不再出现 某天晚上 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 那头一直沉默 什么也没说 开门声响起 程瑶的声音传进房间 瞧瞧 猜猜我带了什么回来 电话突然挂断 我心中有了猜测 但没起任何波澜 程瑶提着程北 那家桂花糕 双眼澄彻 看我举着手机 好奇地问 谁打来的电话 我摇了摇头 接过桂花糕 冲她笑 无关紧要的人 往事如过眼云烟 我眼中只有此刻的幸福 握得住的才是最好的 陪圣发卖 周桥结婚那天 我在朋友圈 刷到了他们的结婚照 她笑容浅淡 但不难看出眼中的真心 她身旁的男人 同样带着笑 满眼幸福 我抬头 看见我一直没取下的结婚照 原来她嫁给我的时候 也是这样笑的 而我神色淡漠 与她总是隔着一段距离 去周桥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是 如果不是陈染 那么谁都可以 所以我没有在这段婚姻中 投入过多感情 哪怕我知道 我的妻子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爱上了我 我也选择了无事 结婚四年 她对我始终如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会期待她的消息出现 愿意听她说些 毫无意义的碎碎念 抽屉里与陈染的过往 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 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已经很好了 哪怕我觉得 我还没有爱上周桥 直到青阳县发生地震 我知道陈染离开后 去了那里 消息传来的那个瞬间 心脏像是被狠狠捏了一把 无法喘息 我第一时间申请了 去往镇区救援 以至于忘记了 那天是我和周桥的 结婚纪念日 见到陈染平安无事地 出现在我面前 曾经被压抑的情感爆发 我冲上去抱住了她 我没想到的是 有人录下了这段视频 周桥知道了我和陈染的事 但那又怎样 我并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 只是因为曾经的旧情 帮了陈染一把 彼时我还在想 周桥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无理取闹了 可她生气的时间在延长 从前她总是能轻易 把自己哄好 这回有什么地方变了 她开始躲避我的触碰 不再为我做饭 也不再给我发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甚至有天我发现 她连结婚戒指也摘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慌乱 好像有什么东西 如流沙般离开我的掌心 我试图弥补 所以带她去了同学聚会 我的本意是让她安心 但陈染喝酒了 大学的时候 她喝过一次酒 结果过敏很严重 送去医院打了几天针 我是医生 总不能看着她出事 我这样想着追了出去 那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周桥提出了离婚 不是玩笑 认真的让我害怕 她说 为什么她不能拥有 全心全意的爱呢 我这才猛然想起 她从来都是 不被偏爱的那一个 她妈妈偏爱姐姐 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 忽视了她的感受 她搬出了家 有时做梦醒来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我总是忍不住 给她发消息 原来 我早就习惯了 她的存在 如果说 陈染是我年少时的遗憾 那周桥 就是眼前触手可及的幸福 可是挽回没有用 她这样绵软的性子 在离婚这件事上 无比坚持 消息不回 礼物不收 就算我带着花 追去她家楼下 她也只是平静地告诉我 我做的这一切 都会让她想起陈染 我像是无路可走的困兽 怎么走都没法再靠近她一步 那天 陈染的父亲出现 我下意识将陈染拽进怀里 从前她父亲就来大学闹过事 一个毒鬼 什么事都做得出 在我护完陈染看见周桥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没可能了 我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心像是被力气贯穿 疼得无法呼吸 我们离婚后 陈染来找过我 她哭着问我要不要勇敢一些 和她在一起 我看着那张和大学时 没有太大差别的脸 一阵恍惚 我真的还喜欢陈染吗 只是父母的反对 戛然而止的恋爱 让我不甘至今 可我明白得太迟了 周桥的离开 全是我自作自受的后果 后来 周桥身边出现了一个男人 他们相谈甚欢 而我躲在暗处 像是一个无法见光的偷窥者 他好像彻底放下了我 连带着他的家庭 一同释然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每每入睡 我总会梦见周桥与我经历的那些点点滴滴 看清他在我的冷淡中失落 又重整旗鼓 原来我从前这么过分 一颗真心捧到我面前 我总是视而不见 他们结婚后 我给周桥打过一通电话 可电话接通 我却无话可说 我说不出祝福的话 也知道没可能再挽回 在他的丈夫声音出现的那一刻 我像个溃散而逃的逃兵挂断了电话 我捂住脸泪如雨下 他如今很幸福 但这份幸福里再也不会有我的身影 亲爸是企业老总 开豪车 住大别墅 我是乡下丫头 出门靠腿 住泥瓦房 他说我八字不好 克死了妈妈 怕我继续克他 把我丢乡下送人了 现在他过六十大寿 我收到了邀请函 烫金的邀请函 拿着有些烫手 我的养父 也是我现在的爸爸 叮嘱我 做人要懂礼数 于是我背着一个大麻袋 来到了亲爸的别墅门口 可还没进门 就被拦下了 几道目光 纷纷落在我身上 这谁呀 穿得这么土 一副穷酸样 走错门了吧 该不会是想来蹭吃蹭喝吧 一道重力 将我狠狠地拽到了角落 我抬眸 就看到亲爸鱼应 黑沉着脸 雨气冰冷 你怎么来了 我看了他一眼 将肩上的麻袋放下 正想从里面拿出邀请函 怎么穿得跟个乞丐似的 真是给我丢人 今天来了很多客人 还有个大人物要来 等会千万别说我是你爸 他满脸嫌弃 仿佛我是什么脏得不得了的东西 恨不得撇清关系 我拿着邀请函的手微微一顿 笑了笑 缓缓松开了手 低头看了眼自己的穿着 白T恤加牛仔裤 干净的 临走前 我爸还拉着我 硬是将我脚上的 人字脱换成了球鞋 这穿着 已经是我在乡下的顶配 可在亲爸眼里 却成了乞丐 自我出生以来 他从未给过我一分一毫 现在倒嫌弃 我是个土包子 门口的宾客 纷纷看了过来 于总 这谁呀 亲爸于应 狠狠瞪了我一眼 压低音量再次警告 记住 别说我是你爸 他抬头 立刻换了张笑脸 我一个朋友的女儿 朋友前几年去世了 一直是我在资助他 这孩子孝顺 今天非得过来给我贺寿 于总真是善心 是啊是啊 难怪于总有今天的成就 亲爸享受着众人的恭维 笑着连连摆手 大家过奖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原来我是朋友的女儿啊 更好笑的是 他什么时候资助过我了 我笑盈盈地抬眸望着他 于叔叔 还真是谢谢你了 亲爸变叔叔 大概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我笑得灿烂无比 亲爸于应神色微顿 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我大大方方地对上他的视线 笑意盎然 他促了促眉 碍于周围人的目光 缓了语气 既然来了 就吃个饭再走吧 说着 他朝门口招了招手 很快就跑过来一个中年女人 王嫂 带她进去 王嫂点头 面露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跟我来 我拎起地上的麻袋 扛在肩上 无视周围人的目光 跟着走了进去 而我的亲爸于叔叔 早就去招呼他的贵客了 王嫂带我到了后厨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肩上的麻袋上 嫌弃地说道 你这脏东西 可别把地儿弄脏了 先在这等着 我醋了醋眉 不一会儿 她拿着一盆黑乎乎的东西 冷冷地递了过来 吃吧 我低头看了一眼 然后笑了 一盆剩菜剩饭 看上去像是给狗吃的 王嫂不悦地将盆塞到我的手里 语气刻薄 怎么 还挑三拣四 就算是剩菜剩饭 也是你在乡下吃不到的 我看着她 笑了笑 你知道我是谁吧 王嫂顿了顿 抬头硬气地说道 什么谁 你不就是老爷资助的穷学生吗 是吗 我看着她冷笑 我妈当年真是瞎了眼 救了你这种白眼狼 当年王嫂老公赌博 欠下巨债 我妈看她可怜 收留了她 还替她还清了债务 可她不仅不感激 还在我妈遇难时落井下石 王嫂一噎 眼神有些躲闪 我垂眸看了眼手里的剩菜剩饭 冷冷一笑 抬手扣在她的头上 既然是乡下吃不到的东西 那我也没这个福气享受 还给你吧 黑乎乎的汤汁 顺着她的头发 滴答滴答往下流 狼狈不堪 啊 王嫂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气得说不出话 你你你 我看了她一眼 唇角微勾 这样倒是挺配你的 比起之前她做的那些事 我这都是客气的了 我背着麻袋 不再看她 转身朝宴会厅走去 宴会厅里 宾客聚集 热闹非凡 当我出现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亲爸鱼应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了僵 匆匆走到我身侧 咬牙道 不是让王嫂带你下去了吗 我抬眸眨了眨眼睛 笑容纯真 我来给鱼叔叔贺寿呀 亲爸的脸色黑了黑 却碍于宾客当前 不敢发作 对着角落里的位置指了指 不耐烦道 行了 你去那坐着别乱跑 我挑了挑眉 背着我的大麻袋 慢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 我却毫不在意 于总 怎么不见于小姐啊 对啊 于小姐可是真出色 从小就优秀 听说前阵子还获得了国外名校的留学名额吧 亲爸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笑了笑 是小柔自己争气 他去接他男朋友了 应该马上就到 哎呦 于小姐有男朋友了 不知是哪家的公子啊 亲爸于应 眼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 他姓顾 姓顾 莫非是圣天集团顾总的公子 亲爸微笑地点了点头 哎呀 真是恭喜于总了 亲爸满足地享受着这些恭维 看了他们一眼 神秘地笑了笑 小柔男朋友 还帮我请到了横溢集团的宋总 什么 那位神秘的宋总也要过来 周围的人 一听到这位宋总 纷纷聚了过来 传闻这位宋总 从来不参加宴会 没想到这次于总生日 居然能请他过来 是啊是啊 若是有幸得到 这位宋总的青睐 他一出手 那投资可是上一起的 于总真是好福气啊 我坐在角落里 懒懒地敲着二郎腿 听到他们提起这位宋总时 微微抬了抬眸 门口突然一阵热闹 缓缓走进来三个人 于千柔 我的继妹 穿着一身高级定制的白色连衣裙 姿态优雅 她的左侧 站着她的亲妈 我的后妈王雪 很明显保养得当 还做了精致的打扮 她的右侧 站了一个年轻男人 两人手挽着手 态度亲密 亲爸鱼应 带头迎了上去 将男人围在中间 热情寒暄 我朝那男人看了一眼 然后扑得笑出了声 这就是他们口中 圣天集团 顾总的儿子顾臣 可他明明是 顾总家司机的儿子啊 这可真是太好笑了 亲爸恭恭敬敬地 把贾顾臣请到主桌 贾顾臣拿出一个礼物盒 递了过去 于叔叔生日快乐 于谦柔亲密地挽着贾顾臣 爸 这可是陈哥哥特地托人 找乔大师画的呢 边上的人 一听到乔大师 纷纷围了上去 想要一堵画容 乔老的话 可是重金难求啊 亲爸脸上的笑容欲深 迫不及待地打开礼物盒 拿出了里面的画 其他人不停赞叹夸奖 这寿陶画得真好啊 乔老不愧是大师 竟把这寿陶画得如此逼真 我听到乔老的名字 愣了愣 老师什么时候 愿意给人画寿陶了 要知道 老师一向只画山水画 他甚至说过 寿陶这种画 太过世俗 我缓缓起身 走到人群后面 扫了眼画 没忍住 扑得笑出了声 这哪是老师的话呀 这分明就是老师上课时 拿来做反面案例的呀 如今被这些人 拿来当成老师的真迹 不知道老师知道后 会不会气得吐血 侮辱我就算了 可侮辱老师 这我可就不能忍了 谁说这是乔大师的话了 我不合时宜的声音 立刻就引起了注意 场内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我看过来 亲爸鱼应的脸色 猛地沉下来 狠狠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 仿佛恨不得杀了我 于谦柔起身看着我 眼寒不屑 你懂什么 听什么说 这不是乔大师的话 我看向他身旁 眼神躲闪的甲固尘 笑了笑 乔大师从来不会 画这种兽陶 呼 他一个乡下来的 想出风头 想疯了吧 笑死人 不懂装懂 后妈王雪 万分得意地 听着这些嘲讽我的话 许久 才慢悠悠地摆了摆手 大家别在意 他一个从小乡下长大的孩子 没见过世面 哪懂什么话 话里每个字 都把我狠狠地踩在脚下 就在这时 人群中缓缓响起一个声音 这还真不是乔大师的话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男人 他上前仔细看了演画 点了点头 我之前有幸上过 乔大师的课 这画 是他当时拿来 做反面教材的 他的画一出 四周立刻安静下来 所有人面面相去 亲爸鱼应的脸 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王雪的脸 也没好到哪去 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于千柔转身挽住贾顾臣的胳膊 娇声娇气地说道 臣哥哥一定是被骗了 是吧 贾顾臣尴尬地笑了笑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是 怪我没注意 亲爸鱼应强撑着挤出一丝笑容 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理清情义重吗 其他人纷纷晋升 不敢多言 理清情义重啊 我勾了勾唇 将我的大麻带东的一声 丢在了地上 抬眸 笑容灿烂 于叔叔 我也给你带了礼物 亲爸脸上 好不容易维持的笑容 一下子就崩了 他恼怒地瞪着我 不必了 三个字 活像是从牙齿缝里 蹦出来的 王雪嫌弃地看了眼麻袋 行了 赶紧拿下去吧 别在这丢人现眼 等等 于千柔有意踩我 似笑非笑道 妈 姐姐大老远从乡下过来 也挺不容易的 还是看看送的什么好了 她的一声姐姐 让场内的所有人愣了一下 这怎么叫姐姐了 对呀 不是说朋友的女儿吗 我笑得明媚 我妈生了我后就去世了 我可没有妹妹 于千柔的脸色一僵 立刻换了一副委屈的表情 姐姐这是怪我们从小 把你丢在乡下吗 瞧瞧 这副娇柔的模样 哪个男人看了不心疼 可是她不知道 她的亲爸 压根就没在众人面前承认过我 她 让我叫她于叔叔 现在 是她的宝贝女儿 亲自打了她的脸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我听说于总之前 跟前妻有个女儿 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位吧 那她还说是朋友的女儿 亲爸于应得脸色铁青 恼羞成怒地瞪着我 闹够了没有 我笑一盈盈 我是来给于叔叔喝瘦的呀 我刻意加重了于叔叔三个字 亲爸的脸顿时黑得可怕 怒气沉沉地指着门口 拿着你的东西立刻给我滚 我抬眸看着她 你确定 给我滚 她怒吼道 我笑了笑 缓缓打开了麻袋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撕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麻袋里放了一百万现金 可亲爸说让我拿着滚 我叹了口气 逼回去还挺重的 身后 亲爸于应和后妈王雪的脸都绿了 将麻袋重新扛在肩上 我转身看了他们一眼 笑容灿烂 哦 对了 那位宋总 你们就不用等了 因为我就是 亲爸做梦都想不到 收养我的人是投资界大佬宋城 他更想不到 我爸将横溢集团随手送给了我 他苦苦想要攀附的人是我 可是他亲手把我赶出了寿宴 我笑着耸了耸肩 将麻袋里的钱捐给了孤儿院 这一百万 我压根就没想过送他 我爸说做人要懂礼数 我做到了 给了亲爸好大一份惊喜 至于他喜不喜欢这份礼 我就不得而知了 回到乡下 刚进门 就看到我爸浑身是泥的 站在院子中央 看见我 朝我憨憨一笑 回来了 我走过去 拿起一旁的水管 给他冲脚 跌泥坑里了 帮王大爷追他家的猪 不小心摔田里了 别说 那猪跑得可真快 不过还是没你爸我跑得快 我爸冲了冲手上的泥 乐不可知地说道 我笑了笑 嗯 这就是我爸 投资界大佬送城 闲城里待得无聊 跑到乡下来种地 一不小心 带着全村人民治了腹 还赖在乡下不肯走 心情很好 寿宴玩得不错 我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点头 慢悠悠地说道 嗯 乖乖听你的话 在寿宴上很懂礼数 我爸一顿 然后笑着伸出手 轻轻抚在我的头上 小春春 欢迎回家 我微微一顿 挣了几秒钟 眼眶红了红 嗯 回家了 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边上突然响起一个机械音 我顿了顿 转头就看到一只机械狗 在边上欢快地跳动着 这是 我疑惑地看向我爸 我爸开心地笑了笑 这个呀 是隔壁小顾送过来的 说是他研究出来的新品 让我们玩玩 我朝隔壁院子看了一眼 捶了捶眸 起身 爸 我过去一趟 我爸专心摆弄着机械狗 随意摆了摆手 去吧 我来到隔壁院子 硕大的院子里 铺了一地的废品 一个面容俊秀的男人 穿着一身沾满灰尘的衣服 蹲着身 正在废品中挑剪着什么 我懒懒地靠在院子门上 看向他 喂 你知不知道 外面有人冒充你 嗯 没错 眼前这个男人 才是真正的盛天集团 少东家故臣 之前寿宴上那个 不过是他家司机的儿子 虽然不知道 他为什么躲在乡下 但作为邻居 我觉得我有义务通知他一声 故臣没有抬头 继续在废品中挑找着 随口嗡了一声 我挑了挑眉 不怕他给你弄出什么事 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抬眸看着我 吃饭吗 我一顿点了点头 之前在寿宴上 什么都没吃 现在确实有点饿 最关键的是 故臣这手艺 堪比五星级酒店的大厨 我没少蹭反 故臣端出来几个菜 很快就被我消灭光了 吃饱喝足 我起身 朝他看了一眼 懒懒地摆了摆手 走了 故臣朝我随意地点了点头 我笑了笑 转身回家 我知道 故臣不是什么傻子 有些事点到即可 回乡下的第三天 我正在故臣院子里翻废品 突然闯进来几个不速之客 哟 寿宴上那么风光 现在还不是在这收破烂 一个尖利刻薄的声音 在院子里响起 我猝了猝眉 台眸就看到王雪捏着鼻子 嘲讽地看着我 他身旁 还站着亲爸于应和于千柔 于千柔朝我投过来鄙视的眼神 撒娇地跺了跺脚 哎呀 爸 我就说他是骗人的吧 你看他一个简破烂的 怎么可能跟横溢集团的宋总 有什么关系 是啊 之前那一百万 谁知道从哪里来的 说不定都是见不得光的 王雪阴阳怪气地说道 亲爸于应黑沉着脸 恼怒地瞪着我 那一百万 哪来的 我将手上的废品 随意丢在地上 冷冷地望着眼前这三人 还真是开眼界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赖之人 感情他们三个在这一唱一和 恶意贬低我 就是为了那一百万 我真是快被气笑了 我的钱 关你们什么事 我冷笑地看着三人 亲爸的脸沉了沉 重重说道 你是我女儿 我怎么就不能管了 扑 真是好笑 现在倒承认 我是她女儿了 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于叔叔 亲不能乱认的 亲爸吃了别 脸色铁青 怒气沉沉地瞪着我 好 我不管你钱从哪里来的 现在钱呢 我看了他一眼 耸了耸肩 捐了 我听于叔叔的话呀 你说不要 让我带着钱滚 所以我就把钱捐给孤儿院了 于叔叔 视钱财如粪土 是我见识短 不该把钱当贺利的 你说是吧 于叔叔 我笑得灿烂 笑死 我就是把钱扔了 都不会给他 亲爸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黑了下去 他忍着怒气 瞪着我 我问你 你跟横溢集团的宋总 是什么关系 我挑了挑眉 原来重点在这样 我知道他的公司 最近经营出了问题 如果再拉不到投资 怕是很快就要关门倒闭 他花大价钱举办寿宴的目的 也是为了找到接盘人融资的 好笑 这样一个烂摊子 我会接手 我的院子 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吗 还未等我开口 就听到身后一个雌性 带着冷漠的声音响起 顾晨从里屋走出来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三人 于千柔看到顾晨的第一瞬间 眼睛都亮了 可当注意到 他身上那身脏兮兮的衣服时 眸光中 瞬间流露出嫌弃之色 姐姐 你的眼光可真好啊 千挑万选找了个收破烂的 该不会那一百万 是他捡破烂捡来的吧 我看着于千柔这嘲讽的表情 忍不住同情 嘖嘖嘖 于千柔这眼神 真是不太好 把堂堂圣天集团 少东家顾晨 当成收废品的 却把人家司机的儿子 当成宝 我突然就有些期待 若是他知道真相 会怎样 我叹了口气 我当然没有 于小姐眼光好了 能找圣天集团 少东家做男朋友 身旁顾晨的身形 微微一顿 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我朝他笑着眨了眨眼睛 于千柔听我提到顾晨 满脸骄傲 那当然了 晨哥哥可比你这个 收破烂的男朋友 好上千倍百倍 然后我就看到 顾晨的脸色黑了黑 耳根还微微有些泛红 他厌恶地扫了眼于千柔 转头看向我 跟他们很熟 我无辜地摇了摇头 不熟 一点都不熟 顾晨淡淡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 说完 他转身朝屋子里 吹了个口哨 很快 半人高的大黄狗 从里屋快速跑了出来 一出来 就对着于千柔狂奔过去 于千柔被吓得花容失色 脚一崴 直接跌倒在地 爸 妈 救我 大黄顺着他的视线 朝亲爸于应看过去 狂吠了几声 亲爸于应的眼神一慌 脸色苍白地躲到了边上 王雪见于应不动 只好搭着胆子上前 想把于千柔拉起来 可还没靠近于千柔 就被大黄扑倒在地 啊 院子里响起了他们惊天动地的尖叫声 我笑着看了过去 只见于千柔狼狈地趴在地上 高跟鞋丢了一只 脸上的妆容也花了 他边上的王雪也没好到哪里去 原本精致的发型瞬间凌乱无比 浑身上下沾满了地上的灰尘 我笑得快要叉气了 此时此刻的两人 哪还有半分附加太太和千金小姐的模样 啊呀 于春妍 我要杀了你 于千柔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那眼神 好似真的想要杀了我 我勾了勾唇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抱歉哪 我姓宋 一旁的亲爸鱼应 脸色黑得可怕 恼怒地瞪着我 快把这狗拉走 哦 恼怒归恼怒 却丝毫不敢上前 我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谋底尽是不屑 遇到危险 不顾老婆孩子 只顾自己逃的男人 现在还有脸对着我吼 我看了眼大黄 朝他使了个眼神 大黄立刻会议 冲着亲爸鱼应扑了过去 亲爸鱼应被吓得直接朝院子外边跑去 大黄穷追不舍地追了过去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王雪和余千柔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余千柔气呼呼地上前 抬起手 想要给我一巴掌 边上的固沉 眼眸一沉 大步上前 想要制止他 我动作比他快 直接捏住了余千柔的手臂 眼神冰冷 想打我 余千柔对上我的视线 微微一颤 强撑着吼道 余春言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垂眸笑了笑 叹了口气 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 我都说了 我姓宋 余这个姓 挂在名字前 我觉得羞耻 我冷冷地甩开了他的手 余千柔恼羞成怒 我管你姓什么 总之 我不会让你好过 我爸 还有陈哥哥 一定会给我出气的 你爸 我笑着勾了勾唇 朝院子外面看了一眼 等他有命回来再说 余千柔一顿 目光不由自主地 看向院子外面 跺了跺脚 气急败坏道 陈哥哥一定会帮我的 我挑了挑眉 看向一旁的顾尘 顾尘沉着脸 冷冷说了一个字 滚 余千柔被吓得身子一颤 王雪上前扶着他 愤愤地瞪了我一眼 小柔 走 回头再收拾他 我笑了笑 看着他们的背影 缓缓说道 好啊 我等着 我倒是很期待这个回头 究竟是收拾我呢 还是被我收拾 开心了 身侧传来一个忧怨的声音 我笑容一顿 缓缓抬眸 就看到顾尘 有些无奈地看着我 啊 那个 我早就跟你说过 有人在外面冒充你 诺 还找了刚刚那个 余千柔做女朋友 不过那冒牌货 眼神太差了 你说怎么就看上了余千柔 顾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微微一笑 嗯 他眼神是没我好 我眼眸一颤 看向他 顾尘笑着揉了揉我的头 我先把院子收拾一下 吃饭叫你 我抬眸看了他一眼 嗯 然后没出息地跑了 七天后 余千柔和王雪 气势汹汹地 再次登门 这次还带上了他的男朋友 冒牌顾尘 余千柔还真有种啊 我真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到他知道真相的样子 陈哥哥 就是他 你帮我好好教训他 余千柔拉着 假顾尘的手撒娇道 对 小陈 这丫头太无法无天了 你好好收拾他 我看他还怎么嚣张 我看他还怎么嚣张 王雪得意地 抚了抚新座的发型 细血地看着我 假顾尘看到我身侧的顾尘 眼眸微微一颤 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我敲着二郎腿 懒懒地抬眸扫了他们一眼 你们有这个时间 倒不如好好关心一下 你们自己家公司 真是好笑 余家的产业链全部断了 工厂全部停工 余家都要破产了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余千柔不懈地看着我 我们家公司好着呢 我告诉你 余家的财产 以后都是我的 你一分钱都别想拿走 我被气笑了 一个要破产的公司 我要来干嘛 我什么都不要 全都给你 到时候你别后悔就行 哼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余春言 今天我就让陈哥哥 好好教训你 余千柔得意地说道 我摇头 叹了口气 他果然记性不好 都说了 我幸送 难怪他连个国外留学名额 都是买的 笑死 什么名牌大学 就是国外的一个三流学校 还是花钱买的 就在这时 王雪的手机响起 他接了一个电话后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 跌跌撞撞地倒退了一步 余千柔急忙上前扶住他 妈 你怎么了 王雪颤颤颤巍巍地抓住他的手 面色苍白 小柔 我们家破产了 什么 余千柔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妈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家怎么可能破产 王雪摇了摇头 一脸哭丧 是真的 我刚接到通知 已经在走破产流程了 不 不可能 余千柔拼命摇着头 小颜 求你救救余家 门外 跌跌撞撞跑进来一个身影 咚的一声 跪在了地上 我垂眸看过去 我的亲爸余应 满脸沧桑 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就这么跪在地上 求我救他 爸 你为什么要求他呀 余千柔拼命想要把他爸爸拉起来 爸 我们还有陈哥哥 陈哥哥是圣天集团的少东家 一定能够救我们的 说着 他满怀希望地看向身旁的甲固尘 陈哥哥 你找你爸借点钱 好不好 亲爸余应气地摆了白手 怒气冲冲地指着甲固尘 他他他 就是个冒牌货 压根就不是什么圣天集团少东家 他就是顾总司机家的儿子 什么 余千柔和王学猛地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听到的话 贾顾尘看了眼余千柔 耸了耸肩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是圣天集团少东家 一直以来都是你们 把我当成了顾尘 他的话一落 余千柔猛地后退一步 你是假的 你居然是假的 你骗我 你骗我 余千柔像个疯婆子般 上前撕打着甲固尘 甲固尘猛地一把将他推开 余千柔被他推倒在地 狼独至极 假固尘居高临下 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是你看到我开豪车 又知道我姓固 把我当成了固尘 自己贴上来的 跟你在一起 我还觉得恶心呢 说完 他朝我身旁的固尘 耸了耸肩 兄弟 哥们这忙 就只能帮到这了 记住你 欠了我一个大人情 固尘朝他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我一顿 有些出乎意料 所以 假固尘是固尘安排的 固尘朝我笑了笑 揉了揉我的头 回头跟你解释 我顿了顿 默默点了点头 小妍 求你帮帮于家吧 算是爸爸求你好不好 亲爸鱼应 眼眶通红地看着我 我笑容灿烂 于叔叔 我只有一个爸爸 叫宋承 于千柔和王学两人 听到这个名字 身子猛地一僵 不 不可能 宋承怎么可能是你爸 怎么不可能 门口传来一个 红亮的声音 我爸宋承 穿着一身高级定制的 黑色西装 缓缓走了进来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鱼应 语气冷淡 鱼先生 我还要谢谢你 把这么好的女儿 送给了我 宋承 他真的是投资大王宋承 王学像是疯了一般 碎碎念着 亲爸鱼应身子颤了颤 跌跌撞撞地上前 抱住了我爸的大腿 宋先生 就当我把女儿送给你了 你舅舅瑜伽 好不好 我真是被气笑了 他还真是什么话 都说得出来呀 我爸也被气笑了 一脚踹开了他 走到我身侧 冷冷地盯着他 可笑至极 你扪心自问 你在小春身上 花过一分钱吗 当初你把他丢到乡下送人 他没吃没穿的时候 你在哪里 听到我爸的话 我笑了 笑着笑着 眼眶就红了 我妈生我的时候 我这个亲爸呀 正躺在王学的温柔乡里 他九死一生地生下我 却被王嫂 这个白眼狼狠毒告知 王学的肚子里 已经有了余千柔 他当场就气得倒下了 我妈哪是难产死的呀 她分明就是被这些人 给活活气死的 可笑我这个亲爸 竟将我妈的死 全部怪在我头上 她说我客父客母 把我丢到乡下 扔给她的远房亲戚 从此不管不问 而她的那个远房亲戚 在我身上套不出钱 就把我丢孤儿院门口跑了 若不是我运气好 遇到了我爸宋成 恐怕我早就死了 他现在倒是好笑 居然跑来找我爸要领养钱 他到底有什么资格 来要这个钱 我冷冷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只有一个爸爸 你对我来说 什么都不是 亲爸鱼应的脸色一片苍白 跪着爬到我身前 哀求道 小颜 是爸爸不好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瑜伽 也有你妈的心血呀 你难道就忍心 看着她的心血 毁于一旦吗 我被气笑了 原来世上真的有 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我蹲下身 看着她的眼睛 冷冷到 我妈在天之灵 宁愿看着瑜伽破产 也不愿瑜伽被你们糟蹋 你不是说我磕你吗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要磕得你一无所有 作恶之人 终究会付出代价 亲爸鱼应 颓然地低下了头 嘴唇颤了颤 还想开口 我缓缓起身 扫了他们一眼 你们走吧 我跟瑜伽 以前没有关系 以后也不会有关系 再不走 我就让大黄来送你们 听到大黄 于谦柔和王雪的身子 猛地一颤 匆忙扶起鱼应想跑 等等 我爸突然开了口 他盯着鱼应的背影 目光沉了沉 你知道吗 这个你看不起 一点都不在乎的女儿 十四岁进了清华少年班 乔大师赶着上门 收他为徒 他投资的企业营收几十亿 我还真要谢谢你 把这么优秀的女儿送给了我 亲爸鱼应的背影 猛地颤了颤 在王雪的搀扶下 勾搂地往前走着 我爸转头 拍了拍我的肩膀 慈祥地笑了笑 我的小春春长大了 我转头 朝他微微一笑 过几天 我让人收了瑜伽的公司 我爸挑了挑眉 不是说一文不值 我朝他眨了眨眼睛 当然是骗他们的 低价收购 不是你教我的 瑜伽的公司 并不是没得救 只是我那个亲爸 不懂经营 才会欠下巨债 如今他破产了 低价贱卖 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他有句话没说错 瑜伽 有我妈的一部分心血 我自然不会让我妈的心血 白白浪费 我爸爽朗地笑出了声 宋小姐 有时间聊聊吗 身后缓缓 响起一个雌性的声音 我一顿 转身看向顾沉 我爸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们两个一眼 笑着摆了摆手 你们聊你们聊 走了两步 转身瞪了眼院子中央的 贾顾沉 还不走 贾顾沉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爸拎着衣领走了 顾沉缓缓走到我身前 高大的身子缓缓弯了下来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宋小姐 家事解决了 是不是有空处理情感问题了 我眼睫微颤 什么 情感问题 顾沉好看的眉眼微微弯起 唇角上扬 宋小姐 请问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女朋友 女朋友 脚下 机械狗欢快地围着我转 我抬眸望着顾沉的眼睛 微微一笑 荣幸之至 我的顾先生 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